醫學院公關手機,你好,醫生,名部專訊 下筆的這天是七月第一個工作天來到醫院職員餐廳 突然發現多了很多人,收銀機前的人籠特別場 整個Cantinney曼很年輕有活力的感覺 呆了一下,才想起床的一批實習醫生 呆了由同學便實習醫生我捧著一點飯,四圍張望 尋找可錯下的地方此時 在醫生區的人群中有人向我招手 原來是教授S 我立時走到他對面的位置 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機關將此的向他開口報告我正想向他匯報的工作進展 當我說了差不多都有幾百個字的句子之後 才發現原來有人正坐在教授S 身旁看著我少者不是同學 我媽 我直呼其名 大叫 你幾好 教授S 立即斗一斗 我身上的名牌 上面印上 我醫生 取笑我 還不改口 我才猛然醒起 笑啊 他已畢業 現在已是實習醫生了 我立即改口 大叫 你好 醫生 一句比心機充滿份量可能是我叫得太大聲 太興奮了 我醫生竟然立即臉紅了起來 勉腆地說 不要笑我吧 教授S 此時把手搭在 我醫生肩膀上 拍一拍他 說 大個仔了 現在你已是醫生 我們是同事了你要比心機啊 這句比心機 既輕者從 聽得出背後 找尋著教授對學生肯大的寄望他倆彼此對望 笑了少 彷彿過去多年的師生情 而此刻都盡在不然喜歡我 只好低頭繼續吃我的碟頭飯了 作者簡介 中文大學醫學院 品通關民 愛美麗